如果单挑对位姚明 打败他肯定没问题 说这话的巴特尔 CBA时期比姚明更强吗 如果单论两人的对决 00-001赛季前的六次较量 巴特尔的数据都在姚明之上 当时两人的对决是CBA的重头戏 20岁的姚明已经可以场军 互加27分19.4个篮板 所以令不少对手胆寒 可两次常规赛对决中 巴特尔却让姚明大势水准 姚明一场19分 一场11分 远低于平时的发挥 回忆起大巴的防守 姚明说道 你很难躲开他 有时脚已经过去了 腰还被他卡在后面 不止姚明对此感到头疼 巴特尔强壮的体魄 也是球迷们前所未见的 亚洲蓝联甚至还专门发文点评 称巴特尔是中国罕见的统治级内线 他不像姚明王志志那样需要练力量 他的对抗强度 甚至可以碾压大部分的NBA球员 更夸张的是 在一场迎战江苏 对位唐正东的比赛中 巴特尔轻松拿下24分18个篮板 但赛后 媒体却用巴特尔不忍欺负小将为题 点评了本场比赛 而大巴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壮的体魄 可能也与他惊人的饭量相关 接收言杨毅曾回忆说 东北大肉串 普通人最多只能吃三串 但巴特尔却能不间断地吃上俩小时 吃完肉还要再灌两个囊 当然 这也导致大巴火气大的后背长满脓包 而大巴这种完全不同于王志志 姚明的打球风格 同样吸引到世界篮团的关注 98年中国南篮的训练课上 达拉斯小牛队主教练尼尔森 第一次将到巴特尔就感到十分震惊 我想不到亚洲人会有如此魁梧的体型 而且投篮动作还如此规范 于是尼尔森回国后 就开始为巴特尔牵线搭桥 他联系到NBA著名经纪人比尔达菲 被往中国观看了巴特尔的比赛 在考察过后 比尔达菲认为 巴特尔的球场感觉 传球能力都非常突出 99年3月 太阳队经比尔达菲推荐 向巴特尔发出邀请 按照当时的篮协规定 国内球员必须年满28岁 才能出国打球 但篮协却罕见的为巴特尔破了力 决定放他出国 他把背上行囊 开始了他的第一次NBA之旅 不过 在太阳队的视讯时间很短 主帅丹尼安吉表示 巴特尔不会说英语 无法和队友交流 当时的巴特尔有些沮丧 感觉自己可能无缘NBA了 可两年之后 巴特尔又一次引起了 美国IBL联赛 以及一甲联赛的关注 可由于备战亚锦赛 最终都不了了之 直到2001年 巴特尔跟随中国队 前往达拉斯集训 在这里 他遇到了改变命运的N人 也通过走后门的方式 直接拿到了前往NBA的通行证